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往下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王绿德 大家好 好 自从我们看到了财讯 在一起的报道是揭秘台湾渔业霸主 我们知道台湾的渔业非常的强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远洋的渔业 我们居然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船队规模也是全球第一 没错 事实上台湾的远洋渔业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们看到如果以这个财讯座的这个报道来说 船队规模全球第一 你看船队规模一千六百零二艘 比日本都还要多出接近一倍 所以我们是非常厉害 我们的尾钓鱼的船只也是全世界第一 你看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九% 而且你知道日本人的餐桌上面的尾鱼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湾 还有日本人吃的尖鱼 日本人吃的秋刀鱼 几乎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台湾 甚至捕捞食素的话 台湾还是全世界第二 所以说仅次于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值非常低 所以说台湾的远洋渔业竞争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可是我们非常好奇啊 台湾这么小的岛的国家 我们人口这么少 可是我们居然养出全世界最大的船队规模 而且刚刚讲到的 日本人吃了很多的鱼要从台湾进去 保洁不只是日本人的餐桌 都是我们的远洋渔业提供的 保洁你知道我们台湾的邦交国 也要靠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来巩固 邦交 我们现在台湾在东 在所谓的太平洋 有六个岛国的国家 这六个岛国很 应该是不会跟台湾断交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经济都掌握在台湾的 这些远洋渔业农民的手上 真的假的 我们举一个国家 这个所谓的马绍尔来讲 马绍尔现在最大的公司叫做 孤氏渔业公司 保洁先生这是谁的公司 这是孤宽敏他的公司 马绍尔寻导最大的公司 保洁先生 2001日七年 我们小英总统去访问这个 马绍尔寻导的时候 孤宽敏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孤宽敏在马绍尔 做个话罪的兼当 就像当时所有的总统 你要去巴拿马 一定要张荣发作陪 同样的 你到了南太平洋的 这些小岛上面 我们这些岛国也要孤宽敏 因为他的这个孤氏渔 在当地 因为他有大概十几艘船 十几艘船的话 你看每艘船上面 都要有非常多的渔工 渔工就是聘请马绍尔当地人 所以他光是这家公司 养了马绍尔 毫上千名的这个员工 所以他在里面 他的这个说法是说 他可以一通电话 就直通到马绍尔总统 而且他可以影响 马绍尔整个这个政经局势 不是 我本来以为说 他是孤家的老妖 你看他叫民事派头 决使是花花公子 对 他是渔船老大 那这个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在他的后面的话 其实就有 他的这个马绍尔的当地的渔训 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他是随时坐在台北的办公室 都在关心马绍尔当地 他的这个渔货量是多少 他在马绍尔 补的就是监鱼 监鱼他大部分 也就是销到日本去 顾宽敏 他在这个这个 这个马绍尔寻岛的时候 他有十艘这种大型的 这个远洋的美式的大型的围捕船 保健知道这个船多大 这个船是非常大的这个盾位 他上面甚至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瓶 有直升机 对 直升机停机 那你看他这个渔网 保健知道他这个渔网 最大的时候可以多大 他最大的时候 最大可以拖到三十公里之长 一般的话 大概是可以拖到两公里到三公里左右 那你知道这个网一撒下去 保健这个网要多重 这个网就是值八顿 就重八顿 所以你一撒下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网非常重 网子就八顿 非常重对不对 所以他撒下去的时候 他其实前面是有一台 这个类似快艇这样子的一个小船 他在勾的这个 这个所谓渔网的最前面 好 这个这个渔东就说 前面有这个雨要出现了 我们赶快要围捕他的时候 他马上这个船就开出去 撒下去之后 勾起这个渔网 你说小艇就下海了 对 小艇就开始往上冲 往前冲 而且不只是要有小艇往前冲 旁边也要有小艇 就也是说他们负责 把这个渔网把他拉 把他撑开来 所以你知道说 这个其实是要非常多渔船 一起奋力作战之后 才把它做好 所以他们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艇 对 也就是我不是把网撒去就算了 我要有这个渔艇 把这个整个拉开 保洁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的话 你就至少看到 有四条这个小艇在旁边 也就是说他们要负责 把这个渔网 能够撑多大就撑多大 撑到最大为止 而且为什么要有直升机呢 因为直升机就负责 他飞上去之后 这个整个网撒下去之后 他来看 到底我们撒的网 到底对不对 你的位置要 位置要怎么调整 或是怎么样 他要赶快通知下面的船 所以你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联合的大作战 这么专业 你一定要非常专业的这个技巧 跟技术才能够做到这样 而且他这个我们 我们平面上 我们看到好像是这样 对不对 他其实下面的网 是一个倒三角 倒金字塔这样形状 也就是说 他把它摆好之后 这样一次捞过去 把所有鱼全部都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 最后呢 因为你要用这个起重机 慢慢地把它拖拉 拖拉 拖拉下去 他们就说 这个撒网 一下去保洁 成本就是六十万美金 六十万美金撒下去 那六十万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抓到六十万 你就是赔钱 但是通常他们一次抓上来的时候 都可以超过六十万 也就是说一次上来 就可能就是一百万一百万 所以他们等于说 撒一次网了之后 每次上网都是赌博 对 所以他们每次都是大赚钱 所以你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这个配合 除了要有大型的围捕船 要有非常多的小艇 加上直升机 那也要非常紧密的这个 大家通讯的这个配合 所以你知道 这个其实是一个团体作战 才会打造出我们远洋 这么强的这个竞争力 可是也太夸张了 我撒一个网的成本 居然要六十万美金 那其实我们这么 这么强的竞争力 还有背后有一家公司 非常重要 就是风群海产 保险你知道 这个公司的话 我们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但是保险你知道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产贸易公司 比日本的伊藤中商社 什么山井商社 都还要更大 台湾有全世界最大的水产商社 它目前的这个市占率 大概是40% 而且是遥遥领先 它每一年的产值 保险你知道 一个水产公司 你知道它产值多少 它营收450亿台币 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全世界百分之 大概40的这个远洋 渔业的渔产 全部都在它手上 那它在做什么呢 它在供应链是什么呢 而且它的公司 是横跨全世界40个景点 也就是说 在很多地方 都有它的身影 保险我刚才不是讲到 我们那些南岛的太平洋的国家 不会跟我们断交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群海产 在里面有非常多的公司 保险你知道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马沙尔群岛 第一大公司是这个 故事企业 第二大公司就是风群海产 风群海产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它在做这个 这个所谓供应商的时候 它发现到 现在很多这个南岛的国家 它都会说 主张说 我的经济海域是200海里 我200海里的话 你要进来补我的鱼的话 可以 你要买鱼犬 所以我们的鱼船 都要买这个鱼犬 但是一些小鱼船 它根本买不起的时候 怎么办 风群海产它很聪明 它就说 那這樣 我就去馬紹爾 我去那邊設個工廠 我設個工廠就說 我可以聘用你們 大概一千個工人 所以你們國家要給我餘鎮 所以他們國家當然就給他餘鎮 他賣餘鎮 對 他就用工廠去換餘鎮 我就說在那邊有一個 這個水產加工廠 但是你給我餘鎮 所以他一口氣 馬紹爾就批給他十幾張餘鎮 那他拿到十幾張餘鎮 他就開始分配給他要的廠商 你的漁獲上海只能給我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用餘鎮給你的方式 然後你補了魚之後 你上來賣給我的水產公司 那我就直接在那邊加工 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把這套模式推到哪裡 像我們知道帛琉上面的工廠 他也在那邊做工廠 還有什麼很多什麼 所羅門群島上面的工廠 他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一個工廠 在我們很多南島國家裡面的工廠 海邊都有那種加工廠 都是他的加工廠 所以這些無形之中 你餘貨只能夠給他 所以他的規模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大到什麼程度 連阿根廷南海後世 就是那個南美洲那些魚鎮 都要靠他去解決 因為只有他有這種全球的影響力 所以你就知道說市場 他就越做越大 他說他目前能夠掌握 掌握有的這個漁獲量的船出 高達六百艘 也就是說六百艘的漁船 你上來的漁獲就是唯一給我 唯一給我之後 再由他統包來發售 所以你知道他的競爭力 這麼強大是這幾點 慢慢慢慢堆積出來 也是因為有這麼強大的 下游的這個工廠 所以臺灣的漁船就可以補得非常多 那不只這樣 我們剛才講到是下游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通路商 還有中游捕魚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上游端的這個 這個零件的製造商 非常非常厲害 尤其臺灣有一家 全世界最好的漁網的這個公司 叫做金州智網 保證 全世界最大智網公司 最大的智網公司 為什麼他能夠做得這麼好呢 他一開始就說 其實他原本也想要去做這個遠洋漁業 可是補漏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這個成本實在是 因為有時候他跟天氣在那邊賭 所以他決定說那我不要 漁業真的是賭博 那我就開始說 他從早就從日本 因為以前的這個技術 都是日本的廠商 所以他就跟日本廠商 要了這個技術之後 他就開始來做這個原料 那原料為什麼很重要 他是跟這個台化要原料 台化 他跟台化說 你們可不可以開發出一種 專屬於我們的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所謂的拉力 跟這個所謂這個力道的時候 我們要在海裡面用 那台化就說好 那我們就幫你開發 所以台化是專門幫他開發 他們要用的那種 高拉張力 高韌度的這種魚絲 所以他們就慢慢把他編織 編織 編織之後 然後保健知道 他們現在的漁網 為什麼會賣得非常好 因為第一個 他們漁網撒下去的時候 他們因為我們知道 在深海裡面的話 那個魚群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他有可能會把這個撞破 拉扯的力道 對 拉扯的力道 會把這個漁網撞破 那你知道漁網一撞破的話 這個漁網動著一個漁網 就是上千萬 那你整個就報銷 那他們把這個漁網做了一個特殊的設計 尤其是特殊的這個布料 就是你撞過去的時候 他的延展性特別的好 所以他不會因為這樣就說到這個破壞 所以他們的破壞率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他們在裡面 他們有一個售後服務的單位 就是說你每一次只要漁網真的破的話 你就可以免費回來跟我們索取 我們就重新幫你們再編織 我有售後服務的 對 所以他不斷有售後服務 而且他的原料非常好 所以他就現在 我們現在全世界的 我們剛才不是看到嗎 遠洋漁業一張八噸的網 他們就做了出來 那全世界 我們看到他們這個網是非常非常大 他們就用這樣子在工廠裡面把它編好之後 然後他們還下去這樣測試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台灣的遠洋漁業 其實是大家合作 然後導致創造出來一個 一個強大的競爭力 那這個競爭力呢 其實比日本都還要更強 好 沒錯 剛剛講了 台灣的遠洋漁業是撒遍天下 五大洋都有台我們的蹤跡 可是這中間就發生非常奇怪的事件 這個是翔富春 也不是台灣 全世界媒體都報導 他們在阿根廷的外海進行 再去掉 就沒有想到突然失蹤了 我們的漁船馬上就到現場 竟然直到現在找不到任何蹤跡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翔富春號失蹤事件被稱為 叫做海上版的MH370事件 那麼也就在今天 MH370的搜尋那個工作呢 意外在這個印度洋附近 發現了兩艘沉船 不過那是古代的 跟這個我們說的 翔富春號的這個沉船 沒有這個等於失蹤事件 沒有關係啊 可問題是為什麼會說 是海上版的這個失蹤事件呢 因為一艘700多公噸的 這個遠洋漁船上面有49個人 卻就這樣子莫名其妙的 從阿根廷的外海 大概福克蘭外海1600公里 不見了 不見了以後呢 你說不見了 那會不會就是沉船 或怎麼樣 可是不合理 為什麼呢 科學上的不合理 那麼也包括實際上的不合理 因為就算它沉船 總會有支支片雨 有一點油污吧 對 什麼東西都沒用 那麼事實上呢 在2015年1月20號的時候 翔富村漁船啊 它是個油釣漁船 那麼它從高雄出發了以後 那麼就在2月16號 來到南非開普吞 進行運捕 他們進行運捕的一天一夜以後 隔天出發 它運捕的東西足夠 因為它的船長跟輪機長是台灣人 其他包括來自於中國大陸 來自於越南 來自於印尼跟菲律賓 總共加起來49個人 這些在南非開普吞運捕的東西 足夠他們在船上 大概可以存活四五個月 沒有問題啊 然後呢就不斷的 這個2月26號的時候 凌晨3點 那麼在台灣的這個船公司 接到的船長打來的海事衛星電話 說主甲板有滲水 他要去處理 就接到這麼一通電話 然後呢電話掛斷了以後 到5點的時候 突然間這一艘船就不見了 那為什麼會知道不見了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那麼現在的船隻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遠洋漁業的那個船隻 它不是小船啊 它那個700多公噸 事實上等於我們海巡署的那個船艦 很大型的船艦 所以呢事實上 它的船上面除了有海事衛星之外 它還有GPS衛星定位 但GPS你可能乘船就不見了嘛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呢 它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手動打開 也可以把它關起來 但是如果一旦這個無線電放射系統 它的設計是 就算你把它關掉 它的船萬一不幸 翻 等於說沉船的時候 整個沉進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海裡面 有那個海壓水壓的問題嘛 所以只要沉下去的話呢 這個東西就會自動的浮上來了以後 嗶嗶嗶嗶嗶嗶嗶 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是一種無線電 這種嗶嗶嗶嗶嗶嗶的訊號 立刻會傳到空中的海事衛星 接到而且每一個訊號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全台灣全世界所有美艘船 都有一個特定的無線電的發射的訊號 我就馬上知道是哪艘船嘛 那如果翔富春是不幸發生事情 因為這樣而沉默 那不對啊 它是700多公斤的船 它下去的話那個壓力很大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發出任何的訊號 這是讓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不見了以後呢 那麼立刻請求支援啊 那麼包括台灣的國父一號等等 馬上我們台灣的一些船隻趕快趕過去 那麼當地因為離阿根廷有一段距離啊 他們的飛機有飛過去 不過飛過來了以後沒多久 一兩個小時後油料快不足 又只好飛離開了 他們的軍艦那麼五天後才趕到 那我們台灣的國父一號這些 很熱心的這些漁船在附近找找找 剛剛說的是那麼科學的 應該發送的無線電沒有發送嘛 而且你剛剛講 我之前如果我可以打衛星電話 那我保釋衛星電話是好的啊 對 衛星電話是好的時候 我如果有什麼意外的話 那我這衛星電話應該馬上求救啊 就沒有 而且不應該的是 它的船700多公噸的人 不應該就一下子就沉下去嘛 至少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聽過嘛 我們都知道嘛 至少還有人家會喊個 Mayday Mayday 知道說求救求救對不對 對 它就這樣不見了 它就這樣消失了 那整個不見整個消失了以後呢 好 詭異的事情來了 阿根廷的軍艦五天後到 可是事實上我國的父一號 他們比較近 所以呢包括他們就趕快過來 到處這樣茫茫大海這樣搜尋啊 雖然海象不佳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麼大的一艘船 那麼它即便消失或沉下去了以後 船上的東西是不是會出來 對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油污 應該會出來吧 對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油污 為什麼因為你要有油污嘛 你就算好吧 就算你整個乘船的時間非常的快速 所以使他船上的東西來不及浮上來 那總會有油污吧 完全沒有 所以在現場整整找了一整個月 就在附近這樣不斷地找不斷地找 事實上台灣還戶後來還派了一艘漁船 也協助過去 也在那邊找找找找找了半天 這49個人創下我們台灣的這個漁船呢 失蹤人數最多的一個紀錄 而降富船號就這樣從南大西洋的這個等說人間蒸發 完全找不到 一直到現在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是一個永遠難解的謎 而且瑞長剛剛講到的 這周邊不是沒有我們的漁船的喔 周邊有我們的漁船 而且這樣應該是有暴風雨 或者是什麼海上不佳 都沒有喔 他說竟然是在風平浪靜 在沒有任何征兆的狀況下 他竟然突然失蹤 那以前會呆急說 是不是有漁工叛變 漁工把這個老闆給殺了 然後把他給分掉 結果這個也不是這樣的狀況 對沒錯 因為過去確實很多發生這種所謂的 這個漁工叛變事件嘛 像在南太平洋的這個河船12號 就是這個樣子 整艘船不見了 然後他的船員搭著這個救生艇 到荒島上面三天了以後被人家救 就搞了半天 因為死之前被這個叛變的台灣人的 這個漁工啊 死之前把這個求救的這個過程呢 弄到一個洗髮精 從一個窗戶丟出去 就沒想要飄飄飄飄 飄到一個荒島上面 這個荒島上面後來剛好有一個 台灣的華僑帶他兒子來這個地方釣魚 發現了以後 才使裡面的紙條說 原來河船12號是裡面的漁工叛變 所以殺了裡面所有台灣籍的這個船員 這個船長相關的幹部以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船給造成 那麼用這個曹生小艇呢 跑到那個荒島去 這件事情當時河船12號呢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小瓶意外破獲 而且剛好小瓶子裡面的這個中文是被這個華僑看到嘛 因為這樣的破獲 可問題是那是漁工叛變 通常台灣很多的遠洋疊血事件都是因為漁工叛變啊 可是降伏稱號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四個國家的這個外籍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漁工啊 他們的家人直到今天跟我們台灣的這個船長的家人是一樣的 因為都判不到人就不見了 而且呢要命的是什麼小艇啦救生艇啦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不見 連人也不見了 所以到底在海上發生了什麼事 好 那創下 我們知道現在的肺病變成台灣的國病 現在的肺病最嚴重的竟然在彰化地區 而且彰化如果看這個地方正能產世 我北邊有台中火力發電廠 我在南邊我有這個麥寮的六親 更可怕的是也更可惡的是 竟然這些火力發電廠 他們所生產的這些有毒的煤渣往哪兒丟 竟然往彰化丟 所以本來火力發電它不只是空中飄出來的PM2.5 它燒剩下來之後有很多的煤灰 而台灣的中火這邊的火力發電 它的煤灰保證你知道一年有多少吧 它的量呢 可以拿過來蓋7座101 這個水泥的量是可以用這些煤灰來蓋起來的 所以你說我們一年產生的煤灰可以蓋7個 也就是6.8座的101大樓 所以這些煤灰去哪邊呢 現在才發現原來從2013年開始 又通通的往彰化那邊送過去 因為張濱工業區很多地方是空的 所以政府就撥了39.2公頃 將近40公頃 你們來填海照路 所以保證這些煤灰 就通通又送到彰化這邊過去了 所以不是核廢料有問題 你去燃煤 燃煤也有煤灰的問題 而這個燃煤的煤灰問題從來沒有被討論 而這個燃煤的煤灰問題竟然全部都塞到彰化去了 所以這彰化就變得很倒楣 它在北邊有中火 如果那些空中飄的一下會飄到它這邊來 南邊有六七麥寮 那邊一燒的時候一風一吹也會飄到這邊來 南北夾擊 南北夾擊在空中就算了 而這些煤灰車子一車一車的送過去 所以在馬路上保證 它其實很多有毒的東西 又通通就飄了出來了 而且它是在填在海邊 海風一吹 飄在上面那些懸浮的 又吹回來 等一下 那煤灰有毒嗎 煤灰很可怕嗎 煤灰就是剩下來那些重金屬 那些剩下的殘渣 所以裡面有蛤 有各種的重金屬 通通在裡面 所以在那個地方 張濱公園區他們的環保環境 地下水裡面的蛤的成量 是正常地下水的七倍以上 你說我燃煤不太會造成空氣污染 我剩下的煤灰 你居然都是重金屬 都是有毒物質 都是有毒物質 所以不但是這樣都送過去之後 張化現在竟然得到他們的肺 真的就變成是一個 整個藍煤發電的一個最大受害者 張化有這麼嚴重嗎 他們當然就是跟肺性癌一樣難得 慢性的肺栓塞 而且它的情況比全台灣都非最嚴重的 你說現在張化有個非常可怕的疾病 就是慢性肺栓塞 慢性肺栓塞 保環它就是你的整個肺 就變成像菜瓜布一樣 就慢慢的就已經在垂死了 可是菜瓜布 菜瓜布它是整個是乾的 就像菜瓜布一樣 是沒有什麼身體 乾裂掉了 而且一身得到永遠無法根治 你就要撐著撐著 活過這最痛苦的一身 不可逆的 而且張化在這邊可怕的是什麼 現在整個台灣 慢性肺栓塞是第七名 十大死一的第七名 張化十大死一裡面 肺栓塞一跳 跳成他們的第四名 而且全台灣的平均是百分之十五 而在張化這邊 保洁他竟然是十七點四 比全台灣多了一成六 而更可怕的是什麼 通常青壯的人 他的抵抗力比較好一點 他可以去處理 可是張化這邊最嚴重最嚴重 四十六歲到六十四歲 青壯的保洁看 他的染病率死亡率是十六點二 周圍藍頭七點四 雲林七點二 台中苗栗 都是他的一半以內 你說其他的地方 每十萬個人口 他的死亡率 我們講的都沒有破十 張化不但破十 而且到了十六點二 都是他們的兩倍 所以他們張化這些人 就是各種的天上西的PM.5 地上飄的煤灰 通通進到這邊 而慢性肺栓塞 真的把他的痛苦在於說 所以剛講的你得到之後 因為你已經到這樣死掉了 所以你這個肺管 這個氣管無法根治 然後你的氣就會變得很小 所以你會開始胸悶 開始喘氣 你胸悶到是三層樓梯 你以為說你在這邊 地方上 上下下很多的偷天樹 我爬到一樓 我爬不上去 一樓都爬不上去 因為你的氣會喘到不行 而且有很多時候 有個病人是 你平常已經這樣 撐著再過日子 對不對 因為突然之間 一個空污量一大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過濾的功能了 有很多人就突然會 急性肺栓癌 送到醫院 甚至會造成 就剛講致死率這麼高的原因 因為你已經沒有辦法去過濾 去篩選 然後最可怕是 你已經受損了 你已經受損了 而且因為你的氧氣 已經收了很少了 所以你全身其實一整天 都是缺氧的狀態 然後腦袋也是缺氧 所以你晚上又睡不好 甚至於有很多時候 你還不能躺著睡 一躺著睡 整個氣又少了 你要坐著睡 然後這樣坐著睡的時候 你就像這樣子 你就睡又睡不那麼好 所以你的底盤 你說我一躺 就吸不到氣了 對 吸不到氣了 整個吸二氣就小了 所以你要坐著睡 就變成這樣子撐著 可是撐著睡 你的品質一定不好嘛 那睡眠品質不好 氧氣供應不足 代謝的又差 所以免疫力又開始減低了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免疫性循環的時候 所以你會被困在家裡面 因為你出去之後 你要免疫力低 你隨便跟人家握個手 隨便跟人家講的話 你可能有延伸性的一個感染 那當然你肺都這麼不好的時候 肺腺癌也可能會過去 然後就會發現 我想要燃眉這麼可怕 對 他已經發現說 他的主要來因不是因為你吸煙 甚至不是你廚房的油煙 而是你坐在家裡的馬路上 天空地上 這樣的東西一進去 所以髒髮的人為了台灣 真的被迫用廢發電 好 謝品 在北京居然現在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可是為什麼這個建築物 非常有兩個非常極端的評價 好的說非常特別 但不好是說 你怎麼做得像木一樣 在北京搞了一個大木出來 這是北京的國家大劇院 那習明發布了重要的人事命令 他當了11年首屆院長陳平卸任 然後北京副市長王林接這個院長 這個人事命令一發布 為什麼 政經曾經在全大陸轟轟烈烈的 一個謠傳 一個爭議又浮上了檯面了 這個人事有什麼 好 我先講一下 這個大劇院有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它是全世界所有劇院裡面 電梯最多的 電梯最多 它有多少個電梯你知道 幾個電梯 90部電梯 好 還沒完 它是全世界所有建築物裡面 門座 不是劇院 所有建築物裡面門最多的 它有多少個門你猜 門幾個 3631個門 為什麼這麼多門 3600多個門你走都會迷路 好 那我剛剛講了 曾經在全大陸最大的一個爭議 就是這個 有人覺得 哇 美不勝收 外面還有一層人工草皮 那反對人認為 這根本就是個墳墓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先講 它這邊蓋個窮頂對不對 這全世界最大的窮頂 好 全世界最大的窮頂 那它的重點在哪裡 它全部都挖在地下 它挖了六七層 挖在地下 怎麼會挖到地下去 它是唯一一個大劇院 整個是挖在地下的 難怪被人家說像木一樣 還沒完 那因為它挖地下 所以你進場的時候 你是走地下通道進去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 它周圍 你看噴水池不是水嗎 所以你進場的時候 你走地下通道 要走五十幾公尺地下通道 水在你頭上 那個水池的水池在你頭上 好 它又挖在地下 然後你又有一個窮頂 然後你入場的時候 又是走下去了 然後最後一個 因為這個原因 它90%的辦公室 對不起 都照不到陽光 都看不到陽光 全都是黑的 這也太怪了吧 只有公共場所才照得到陽光 所以就因為這個原因 它說黑呀 這是一個木 好 這第一個 這最大的爭議 最大的傳說是什麼 什麼 這是江澤民卸任之前 送給國母 宋祖英的一份大禮物 為什麼 這跟宋祖英有什麼關係 因為江澤民下令 2001年12月開始蓋這個大紀元 他隔年 2002年就卸任總書記了 不到一年 你要蓋這麼大的東西幹嘛 卸任前 這是第一個 卸任前你蓋了這個大紀元 第二個 他在2001年12月下令蓋著大紀元之後 宋祖英就開始了他世界破紀錄的歌劇院之旅 2002年他是第一個上雪梨歌劇院唱歌唱獨唱會的這個中科學 2003年他到奧地利金色大電 創下金色大電 2004年半奧半唱最多人的紀錄 好 2006年他到甘乃黎中心辦獨唱會 2009年他在鳥巢辦演唱會 2010年他在上海局館辦八萬人演唱會 2011年他終於把最後一塊拼圖拼起來了 就這個 不是這個 台北小巨蛋 他在台北小巨蛋來過 他在2011年他一直到台北小巨蛋 我告訴你 誰幫他跟他一起唱 周杰倫 周華健 然後連吳宗憲都坐在下面看 你知道嗎 所以他創下他的巨蛋 而且我告訴你 全世界劇院之旅 全世界 而且他在台北小巨蛋 你知道他 他在唱百鳥嘲諷那個時候 多少人給他辦舞嗎 200人 小巨蛋從來沒有200人替他辦舞過 好 所以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就說 這是江澤民 在最後送給國母送主義一個禮物 所以國家大紀院新人士 老的傳說通通都流出來了 好 那師長 另外一個傳說就是 滿清最後的一個皇族婚禮 但是這個當時沒有葬集 當時完全是英國人手繪出來 這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也太壯觀了吧 保健 你相不相信一場婚禮 可以花掉五百億台幣 一場婚禮 五百億 他於是進行總共花掉五百億台幣 那這個五百億台幣 他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他在 我們知道清朝 總共只有四個皇帝 他是在皇帝任內結婚了 一個孫智 一個康熙 再下來就同志跟光緒 都是在皇帝的時候當皇帝 一般都是當皇子的時候 就已經結婚了 所以這是皇帝大婚 對 所以大婚 大婚你知道 在同志公光緒朝的時候 剛好英國畫報 英國畫報有一個特派記者 住北京 這個本身是文字記者 以前很少有照相機 所以他用畫 他剛好看到同志大婚的整個景象 景象 他就用他的畫 把他畫出來一本畫冊 所以就流傳下來 最近被挖出來 挖出來才知道 原來同志大婚 光緒大婚 這麼可怕 為什麼要花掉五百萬兩 你可以看 和現在五百億台幣 對 五百億 五百億 他等一千一百萬兩 五百億台幣 那你知道他從哪裡 從那個皇帝大婚 那個整個儀仗 那個儀式 儀仗 那個扶贓的情況 包括那個嫁妝 包括那個聘禮 送過去的聘禮 那個陣仗 他整個畫出來 當時同志結婚跟光緒 都一樣 這十六歲結婚 結婚同志起的是 那個重啟的女兒 那你知道一般民家的人結婚 假裝我要自己準備 皇家不一樣 皇家是你萬一準備的 不提便怎麼辦 所以所有的操辦 內務部操辦 你家邊自己 我皇家來出錢 所以慈禧太會就叫內務部 開始辦 前四年就開始操辦 所有婚禮要準備的那些 一個婚禮花四年準備 包括你知道 包括他的瓷器 瓷器花了多少 花了四年的時間 花了四年的時間 花了多少 十三萬兩 十三萬兩等於現在多少 多少錢 乘以四千等於幾萬 五千兩百萬 五千兩百萬 五千兩百萬去做這些瓷器 做這些瓷器 這些瓷器你可以看 它有的是黃底 這上面都有那個喜字有沒有 喜字對 喜字有那個蝴蝶在那邊偏偏揮舞的 那這個碗也是 這個碗是紅底的 紅底這邊有龍有鳳 都有個喜字 對都有喜字 你看它這個瓶子也是一樣 有龍有鳳 要不就喜氣 要不就蝴蝶 所以他做了很多瓷器 但是瓷器十三萬兩 然後你可以看它黃金 這個是用黃金五百兩 打一個黃厚的金印 這是五百兩 黃金五百兩 打一個黃厚的金印 黃厚金印 對這個一百八十兩 打黃厚的金冊 金冊就是我送這個冊子給你 表示你取得黃厚的身份 一百八十兩 然後你看這個 如意 如意也是用 有一個喜在上面 沒有也是黃金打造 金銀珠寶這樣一路一路用 一路用 所以他用的那個所謂聘禮 可是那時候已經衰退了 對已經衰退了 你還花這麼多錢 所以他用了很多 那個聘禮相當的可怕 那聘禮 另外你知道 那個他儀仗隊 儀仗隊出去你知道 這儀仗隊這麼多 對 儀仗隊幾千人 他從其家 一直走到紫禁城的 所謂大清門 以前大清門還在的時候 大清門這邊 要將近一個多小時 走入一個地方 這個儀仗隊 從頭開始 從其家出來 走到大清門 後面的隊伍還沒出發 這麼大的一個陣仗 對 所以你看他畫得非常清楚 這邊有一個騎白馬的 有沒有 這邊騎白馬 這個就是那個賢龍皇帝的 老五 五弟 五弟叫端青王 端青王作陣 然後前面這個三十二個 他其實有一個數量 三十二個幾重齊的 四十八頂這種滑蓋 這滑蓋就四十八個人 四十八頂 對 那皇后出來的陣仗 皇家的陣仗 旁邊你看都有那個首位 是 這樣浩浩蕩幾千人 包括那個台那個嫁妝的 嫁妝抬了幾天 你知道嗎 嫁妝 對 嫁妝出紫禁城 要先送到新娘家 皇后家 送過去送五天 台了五天 然後出來陣仗 從這邊回來的時候 回來台了兩天 等於陣仗要先走 所以台了兩天兩夜 嫁妝禁止禁城 皇后做了這個 你可以看十八人大轎 十八人大轎 後面還有一些所謂的 他的隨式公女 隨式公女 一堆 一堆那個轎子 在後面冰冰冰冰冰就長 這一張是畫什麼呢 他們在走的時候 他們要 那個前路程要戒嚴 戒嚴 很多那個老百姓想看 以前古代那個 躲在半後面看 對 窗戶 用那個窗子 抽破一個洞 大家躲在那邊看看 門都不可以打開 門不可以打開 全部戒嚴 而且這個路上 你看這邊都黃色的有沒有 這個路上那種 皇家氣派 所有十幾里路 我全部要什麼 撒上黃兔 黃沙 黃沙鋪上去 黃沙鋪上去 黃沙鋪上 黃色代表皇家的威嚴嘛 還有一個要作用 黃沙壓了 以後那個灰塵 你幾千個人這樣走過去 隊伍這樣浩浩浩走過去 那個灰塵才不會養起來 那你看這個 這張畫的是什麼 這一條路 整個進來 這邊是大青門 大青門在後面就是天安門 再後來還有五門 你知道他所有的那個房子 那個屋頂如果有破舊的 全部給我換成紅色的 然後掛上那個 所謂像現在的洗帳一樣 乒乒乓乓就這樣一路花 所以他花了一千一百萬 你看他一直到 同時黃沙鋪當時進城的時候 跟黃沙鋪進城的時候 進城進城 他們看的即使是晚上一點 晚上一點出發 晚上一點 進城要到那邊 所以十一號點就開始出發 他們走的全部都家家戶戶 掛那個燈籠 你看這個 他當時那個家家戶戶 燈籠以外還用那個 用那個彩布這樣圍起來 用多少 用八十萬批 八十萬批的布這樣去圍起來 所以他耗費非常的可怕 那其中我特別講一個 還有很多貪污在裡面 因為太監這個 我皇帝結婚 這個不撈什麼時候撈 我講一個特殊案子 是當時光系結婚的時候 那個內務府看到那個永和 因為是在永和宮 在永和宮迎接 永和宮的窗戶破了一個 破了一條線 破了 破了等於說不好不吉祥 那個等於說那個叫什麼 裂縫 有裂縫 人家結婚 你有裂縫不行 結果那個內務府的人 在那個永和宮底下看 他們不能上去看 因為他有管制 結果太監跟他講 這個沒問題 我來幫你用錢來 結果錢給他 錢給他 後來其實那其實不是裂縫 是太監用那個頭髮 去把他連在那個窗戶上 眼眼一看就是一條裂縫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貪污 家宅在裡面 總共花了將近五百億台幣 太監用了 彭可以安下 似誰 不給我們 連 Knights